你好!我是住在日本的台灣人Yumiです! 今天要來開箱富山縣的四星級飯店 Excel 富山的這家Excel交通非常便利 它距離車站只要大概走路2分鐘 3分鐘的距離 我現在站在這邊我往那邊一看就是富山車站了 所以它在交通上真的非常的便利 這邊牆上裝飾的都是一些富山當地的文化 或是跟當地的風土民情有相關的一些藝術作品 這種圓形的感應們感覺就很帥 進來大廳這邊就可以聞到一種 非常香的很高級很優雅的一個 木頭的香氣 來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大廳 非常高級的感覺 它連放在這邊的椅子都非常有藝術感 很像是一種石頭的感覺 這邊提供的備品呢有像有浴帽啊 髮圈吧 啊不是是那個髮袋 還有一些棉 這是什麼 嗯化妝棉 刮鬍刀 跟 枣筋 還有 梳子 還蠻有趣的這家飯店裡面有這樣子的一個 哆啦A夢商品區 因為哆啦A夢的插畫家 坐著藤子不二熊是富山的高崗市出身的 所以他們這邊就有很多 哆啦A夢的周邊商品 這好可愛喔 連那個入浴機都有搭配各個角色的風格去做 不同的設計 像哆啦A夢就是銅鑼燒的 模雞模雞風呂 然後 大雄就是這種 ゆったり風呂 然後鏡香 鏡香這邊是 Bihada風呂 小服飾喔 我看 莉模雞風呂 這什麼東西 泡了會變有錢嗎 很有趣 欸 欸 這個超級可愛的耶 銅鑼燒的 銅鑼燒的 要十圈 還被咬一口 好可愛喔 富山的玻璃工藝很有名 所以他們放在這邊的藝術品 很多都是以玻璃工藝為主的 我是住在最高的客房樓層 十四樓 然後十五樓是夜景餐廳 十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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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間在一四一六 十五樓 十五樓 這邊還有寫一個 Yui桑 哈哈哈哈哈哈 這邊是綠色的 那八樓那邊呢就是藍色的是以海為主體 因為他們覺得富山這邊呢是海到山的一個印象比較多 所以就會下面是比較偏海的 然後逐漸往月高樓就是山的主體 一四一六 我們的門牌是石頭的 超酷的 房間 哇 超大的 超級大 我一個人要睡一個這麼大的房間 Yay 你現在有個非常大的沙發床 然後旁邊還有兩個小的茶几可以讓你在這邊耍廢之餘 然後還可以邊喝點什麼飲料啊吃點什麼東西啊 不然在這邊這樣 我本來以為會是軟軟的 但是有一點印度的那一種 不過水上的不太一樣 來看我的房間 可以看到什麼樣的夜景 東很硬 這是商務旅館 這邊超多旅館的耶 你看那邊還有 Apahotel 晚上回到飯店就可以坐在這桌前 邊欣賞夜景 邊跟你喜歡的人 坐在這邊 聊天吃宵夜 感覺很棒 不過只有一個人來 說說前這邊也有兩個沙桌 要在這邊 用電啊 補充電也蠻方便 這是什麼 這個 飾品盒 這個 這個對女生也太好了吧 女生應該 蠻需要的這種飾品盒 而且它格子還蠻多的耶 可以裝很多 這是什麼 喔 是鏡子 是鏡子 而且還蠻大的耶 你看 還可以 立起來 還可以在這邊調整 兩種不同的角度 可以立 欸 不錯喔 電視 超大的電視 大概是比我的 一直手臂還要藏著 超大的電視 我覺得這牆上的 葉子的裝飾 超級可愛的 都是這邊的一些 常見的 KOYO的葉子 像這個是 楓葉啊還有 銀杏啊之類的 真的超可愛 來看看這床 喔床還蠻軟的耶 棉被呢 算是 偏厚的棉被 摸起來也蠻柔軟的 摸起來也蠻柔軟的 畫枕頭也太多個了吧 枕頭這邊有 兩個 一般的 一般的 飯店的枕頭 這個枕頭還蠻厚的耶 你們看這個枕頭還蠻厚的 感覺蠻舒適的 然後還有再多附一個 抱枕 我覺得這抱枕顏色很可愛 我不喜歡那種 太軟身體會 整個卸下去的那種 我喜歡這種 稍微有一點點偏硬的床 床頭呢 都有 兩個 插座 這邊又有兩個插座 在同一張床上就有 四個插座 這邊還有個可愛的小東西 一個小燈 它可以調整方向 然後它可以全部 關起來 放到裡面 關起來這樣 在床邊呢 你可以控制 整個房間的燈 我覺得這超重要的 因為晚上 你躺在床上 舒舒服服 你就是直接要睡覺的時候 你不想要再爬起來去 按那些開關 所以呢 你可以在這邊直接控制 入口燈關 牆壁燈關 房間燈關 這就很棒 Alright 接下來呢 這區呢 是自住區 這裡有煮水器 可以煮熱水來喝 然後有兩個杯子 畢竟它是雙人房嘛 然後一個 這是什麼 喔 這是製冰 這是薄冰桶 它外面有製冰機 你可以自己去 裝冰塊回來 很方便耶 雖然我今天也是沒時間喝了 然後敷了兩瓶水 真的太棒了 我知道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有水不是很正常嗎 有什麼好感動 那其實呢 我在北路呢 是來一個拍攝工作的 我前面已經兩天 住了兩天 然後都是沒有水的 所以這邊有水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我們的社助 跟我們的導演說 第一次住到有附水的房間 對 旁邊是個小冰箱吧 對小冰箱 看裡面有什麼 喔沒有東西 最後這裡應該就是我的浴室了 哇 這個是有 化妝間的浴室耶 好棒喔 基本上呢它這邊的背品 都是跟一樓一模一樣的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這邊有這個 GREEN COIN 綠色錢幣 綠色硬幣 我剛才看了它的 這個介紹是寫說 GREEN COIN 制度是一個對地球 友善的一個制度跟計畫 如果這邊的 背品 你一個都沒有使用的話 你可以拿著這個 GREEN COIN 到一樓的櫃台去給它 那他們只要拿到一個GREEN COIN 就會捐錢給非營利組織 像是 牙刷啊 棉花棒啊 牙膏啊 這種東西呢 我自己出外旅遊 其實都會帶 就是覺得每次都開心的牙刷 總是覺得不太環保 所以我平常都會自己帶 明天可以去為環保風險 我可以捐出一個GREEN COIN 那這邊應該就是 真正的浴室了 哇 雖然是UNI BAS 可是因為鏡子呢 它已經擺在外面了 它是有隔間的 它跟化妝間是有隔間的 這個馬桶也是免治馬桶 可以充屁屁的那一種 浴室呢 還有附兩包這種泡澡的入浴劑 而且它這個入浴劑啊 是用富山的 富山灣的海洋深層水製造的 那房間的開箱到這邊 明天早上再給大家看看這邊的早餐 聽說他們早餐很厲害 他們一直希望我可以幫他們去拍那個早餐的部分 所以我也很期待明天的早餐 不知道會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出來 那今天就這樣子 我休息 大家早安 現在也是 早餐五點半 因為我們要拍早餐的畫面 所以 很早起來 早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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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本來的食物有吃早餐 然後我們 跟他們約六點半 希望他們可以送餐上來 然後現在已經快到七點了 然後我們只拿到了果汁和一杯咖啡 很有趣耶 它就是有附果汁跟一杯咖啡 通常是只有一個嘛 可是它就給我們兩個東西 很有趣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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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水放在 那些吃 沒有 可以吃 那其實這個Excel呢是日本東極鐵道公司 他們在日本的全國各地都有經營這樣子的一個 不能算是商務飯也就是比商務飯店等級再高一點的 算是四星級的飯店 大家如果來日本有機會 如果你覺得住商旅可能太小不舒適的話 也可以試試看住Excel這種等級比較高一點的 然後因為他們是鐵道公司經營的飯店 所以他離車站都蠻近的 所以大家在來日本一些比較郊區的地方旅遊的時候 也不妨可以參考看看這家飯店 那我會把他們的link貼在留言 如果對Excel飯店有興趣以後來日本的話 想要參考看看這個飯店的話 也可以點資訊欄去看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Yui的頻道 以後會有更多開箱日本飯店 或是日本旅遊經店 日本餐廳的影片 都會在接下來推出給大家 那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 不喜歡就留言再見 我是Yui またね 這個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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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 這邊 這邊 我和你的房間是沒有 這邊 這邊 我和這邊的人是焼的嗎 這邊的地方看得到 這裡 這邊的東西很漂亮 這邊很漂亮 太酷了